踏入6月,打工一族都会陆续收到绿色炸弹,要求大家报税交税,为了减少有关支出,大家记得要善用基本免税额及许可的税务扣除。 当中供楼人士更可以申请扣除居所贷款利息,是否有物业就可以扣税,如果业主要申请扣除居所贷款利息。 有什么需要注意呢,最多可以扣多少税呢,以下将会为大家一一探讨。 希望可以帮助供楼市人减轻税务负担。 首先,由18分之2017货税年度起,纳税人可申请扣除居所贷款利息每年上限为10万,而年期为20个货税年度,无需为连续的年度。 每当申请人获得扣除利息时,税务局局长会发出通知,让你知道已享用了多少年额及还有多少未用。 申请人需符合什么条件呢,申请人必须为该住宅的业主,即唯一拥有人。 联权共有人或分权共有人,而有关物业的业权是以土地注册处的注册拥有人纪录为准。 有关住宅必须在香港境内,以及是主要居住的地方,才符合申请资格,简言之,新盘楼花项目,工商大厦,以有限公司名义持有的住宅,以及海外物业等均不符合扣除资格。 但值得留意的是,连同物业扣入资车位的贷款利息一样可以申请扣税,但必须位于同一物业内,而且须在同一货税年度同时申索。 讲起钱,不少人会计算如何更注数,有人提出现时供楼利息低,等到息率上升才申请。 这是正确吗?当息率上升时,业主申请扣税,的确是比较化算的,但是香港长期处于低息环境,所以这对香港来说并不适用。 以香港的情况来说,反而是越早申请越注数。一般而言,贷款大多数会以息除本减的方式计算,即是说除着每月还款,本金占比会漸渐增多。 而利息支出部分会漸渐减少,所以早申请可以享有更多利息扣除,在整理有关资料时。 不者发现一样多有趣的细节,就是在特定情况下,业主可以提名配偶申索扣除利息。 根据税务条例,若已婚人士或其配偶任何一方是有关注宅的业主。 且在该货税年度完全没有应货税的入息,租金收入,或没有利润,他可提名其配偶申索扣除其居所贷款利息。 但如果业主有应货税入息,他便不能提名其配偶申索扣除居所贷款利息。 但可选择合拼报税,或者以个人入息货税方式平税。 用尽居所贷款利息扣除。 以抵消税务开支。 那如果两夫妇联名方式持有一所物业,可怎样扣税呢? 是各有十港元万扣税额吗?不是的。 不论按揭公款是否只有一人负担。 每人可扣除支款额分别为最高五万。 原因是两夫妇被视为只有一个共同住所。 故此只有其中一个物业之恩式可用作扣税。 供楼利息可扣税的金额并不少。 所以各业主请记得要再报税表上填上有关支出。 务求省得一元得一元。 分分钟省到将机票去旅行。